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公 老远就看到莱芙在门口了 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我来找找他吧 哎呀,莱芙看到我就跑过来了 哎呦,这后边还跟一个黑拉不拉多 难道这是你的女朋友吗 哎呀,莱芙这个口味越来越重了 先来是女神白色的 现在一下转变成黑色的了 你的胃口转变的也太快了吧 我还以为你要过渡一下呢 比如找一个白色的 然后就是灰色的 然后就是花色的 你这也不过渡一下 一下子就来个黑珍珠啊 哈哈哈哈 你看这个莱芙喜爱的 哈哈 不过感觉这个拉不拉多呀 海拔太高了 总感觉这个莱芙啊 攀登不上去啊 我们莱芙已经说了 等他长大长高 他们就般配了 哈哈哈哈 其实呢 我家的莱芙呢 都已经成年了 个人应该定型了 所以呢 我不想打击他 我没有告诉他 不告诉他也好 让他有个勇气去追这个拉不拉多 你看我家莱芙啊 是见色忘主啊 也就跑跑到拉不拉多的地盘去了 这个拉不拉多是有主人的 你看他就跟着他屁股后面转啊 大家觉得他俩般不般配呢 哈哈哈哈 哎呀 莱芙啊 你怎么会被一只小小的八哥撵出来呢 哎呦 你这在你的梦中情人眼里会掉分的 你看八哥这么小 你都害怕他 哎呀 一点男人味都没有 好了 我又要到仓库里边了 喊来福一块回去吧 你看来福还是恋恋不少啊 好了 我们回去吧 嘿嘿嘿 现在来望也看到我们了啊 好了 我们一块回去吧 我干活下来了 发现只有来往一个了 啊 估计来福又跑出去了 跑出去找他这个媳妇去了 好吧 我们偷偷的出去看看他在干什么 走 我们来往也跟着去吧 嗯 我要偷偷的去看看他 啊 不要打草惊蛇 看看他在干什么 他肯定在这个门口呢 你看 他就在门口蹲着了吧 看看他的对面 是不是那个拉不拉多的地盘呀 啊 肯定又想拉不拉多了呢 啊 我家来福又恋爱了呀 哎呀 看看我们的来福 多么的痴情啊 啊 就是为了见一下拉不拉多 哎呀 一直等着拉不拉多 看看他什么时候出来 哎呀 太痴情了 啊 感觉他在这个门口守候着 好危险啊 这来来回回在马路上都是车 嗯 看看这个对面啊 就是拉不拉多住的地方啊 你看我们家的小来福啊 就一直守候在这里 就想等拉不拉多出来 见上一面 哎呀 真是痴情啊 哎 这是我有史以来 见过最痴情的一个小狗了 哈哈 哎呀 没想到我们家的来福 还是一个情种啊 哎呀 不好 这个来福看到我了 哈哈哈哈 我猜他一会就要过来 啊 我现在不敢动 我要是一动的话 他肯定就过来了 你看 哎呀 过来了吧 啊 他看到我 他就不在那等着了 就跟我一块回去了 估计他不想让我担心他吧 所以他就跟我一块回去了 哈哈哈哈 你看看 看着我多开心啊 哎呀 看着他也挺心酸的 吊丝啊 就是很难找到对象 啊 天天在这个门口守着 哎呀 鼓励鼓励他吧 希望他 能够早日找到 他喜欢的另一半吧 哈哈哈哈 好了 跟我回去吧 回去给你弄点好吃的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吧 我们下期见 拜拜